听说小虎有一首新歌是写给陈宇迅的是不是 对对对 叫做陈先生的歌 能给我们哼两句吗 可以 听这一森唱的歌 稳稳的幸福才是想要的 去富士山下骑着单车 浮夸的世界爱给谁才值得 听这一森唱的歌 十年前的朋友还有几个 明年今日感情会如何 谢谢你在我的世界曾来过 谢谢 好棒啊 亚明呢 对当时导演请我来这节目我特别开心 我说是不是喊我来应聘工作 他说不是 请你来是工作高手 我说如果请我来应聘工作我也愿意来 为什么 因为我基本上很多很多期我都在看 每个人的名字我都可以说出来 如果你们走在路上真的 推老师我也非常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然后我经常听大家的各位的指点 各位跟选手的互动 我每次都看 特别是每天晚上的两点钟都有重播 有时候经常我演出商演回来 在宾馆我都会看重播 每次我都看 每次我都看 等到你万一哪天唱不动了 如果 我最熟你 为什么 因为你特别有才 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这说真话 特别有才 厂商的很多企业家 你最喜欢 怼的人是谁吗 曹西老师 每次跟曹西老师怼的时候 但说实话 他怼不过你 但是我发现了 但是我发现了 大家好像拿他都没有办法 你知道我为什么经常怼人 就是因为我眼里不揉沙子 你知道吧 曹西那沙子太大了 他是真的看过 真的 无数字 他比好多选手都了解 我也觉得 我觉得 就是说如果你哪天真的唱不动 不想唱了 你来 我跟你讲 我做你的备胎 不管所有的老板怎么样抢你 我最后的工作一定给你 好 这一点我觉得 那我松一下 老师 那我去你那边能干嘛 对啊 我觉得你没发现 你看这个 太厉害了 我跟你随口说的 第一呢 我觉得你一上来 就是表现得很拽 但是内心很谦虚 第二呢 就是你过来 真的是你对非尼莫属 是一种用心的关爱 我觉得这么多年 你关注非尼莫属 你的职场的能力 精神和眼光 肯定是没问题的 第三呢 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 其实我们需要很多的音乐的老师 第四呢 我觉得就是你能够让人开心的那种本领 和嗨翻全场的本领 简直你来我们公司做什么都行 行了行了 别跟他开玩笑了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坚持 可以 可以坚持 我很想来 那今天呢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位巨星要合唱一首 最选民族风 是什么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